1956年10月14日,毛仁凤因患肺癌,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,妻子端着一大碗中药,走到了毛仁凤面前,轻声说道,起舞,来我为你喝药吧。 毛仁凤看着妻子一句话都没有说,她一把夺过妻子手中的药一口喝下,不成想喝下没几分钟,她便在病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,而全程目睹这一幕的相影心面上毫无悲伤之意,而是轻疏一口气说道,走了也好。 送走毛仁凤的这个女子,正是中童女特务相影心,要说两个人走到一起,还有一段神奇的经历。 这里是妙文史,跨过时间,感知历史的温度,欢迎订阅观看。 故事前奏,年轻时候的相影心肤白貌美,是无数附加子弟追求的对象,然而相影心非常清楚,在这个动漫的年代,光有钱是不行的,没有权利,即使在有钱,人家分分钟也能让你倾家荡产, 所以相影心一心想要嫁给一位有权势的大人物,这样才能够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,然而像所有女人想的一样,你越想要找有权有势的人,反而往往遇到的都是骗子,经过多方辗转和介绍,相影心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位将领身上。 这名国民党高官,叫做胡一发,在西北有着一定的地位,相影心觉得这一定就是自己想要找到的人,然而国民党的高层,深谙玩弄人心的那一套,年纪轻轻的相影心又怎么会是她的对手? 在她那一套金钱攻势和文质彬彬的外表之下,很快就沦陷了,可这还不是最致命的,就当相影心满心欢喜地以为胡一发会将自己名媒正娶的时候,她眼前见到的却是胡一发属不尽的一太太,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发生,而且自己也已经到了胡一发的势力范围。 自己想要脱离魔爪,已经没有机会了,她便只好任命,乖乖地做起了胡一发一太太中的一员,好在胡一发有的事前,足够她挥霍,可是就在某天,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相影心的命运。 故事高潮戴力自从第一眼见到相影心,就挑中了她,相影心不仅风景貌美,心思活络,丈夫胡一发还是时任陕西省主席的杨虎城的亲信,戴力认为如果能将这样一个女子拉入军统, 胡一就掌握了打入西北军的一张王牌,而对于相影心而言,从一个军官太太到直接进入国民党的机密核心。 这个诱惑更是前所未有,她很快与戴力一拍集合,并利用胡团长太太的身份,私下被戴力穿针引线,收买了西北军中的不少实权人物。 杨虎城也因此逐渐被蒋介石架空,胡一发得知妻子所做的勾当后,愤怒不已。 但是,得知太太身后的主使是心狠手黑的戴力,她又无可奈何,胆小怕事的她迫于威慑,只好赶紧找了个借口,与太太离婚。 如此一来,向影心就达成了与戴力长久合作的目的,更是求之不得,甩开胡一发后,向影心正式加入军统,戴力还给她起了一个裙带花的代号。 众所周知,戴力好色,在利用向影心的美貌控制更多人的同时,戴力也将她发展成了自己的地下情人,而向影心对戴力的感情却有点复杂。 她虽然内心崇拜戴力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,但也深知戴力在老家早有一妻一子,且碍于特殊身份,并无再取的想法。 加上戴力手下美女特工众多,向影心深知尚未不义,于是首先还是将奋斗的重心放在了军统事务上。 正是加入军统不久后,向影心就接到了戴力委派的一项大任务,那就是刺杀华北通州的大汉奸殷汝庚。 自从投敌叛国以来,殷汝庚一直战战兢兢,身举剪出,唯恐军统地暗杀,戴力为了让她现行,瞄准了其好色的软肋,巧妙地将向影心送到了她的跟前。 殷汝庚一向精明谨慎,奈何色迷心窍,在数次偶然的邂逅之中,她很快被风情万种地向影心迷得团团转,让她当秘书还不够,后来索性收她做了房里的姨太太。 殷汝庚的正妻是留学时候娶的一个日本下女,不通中文,向影心深得殷汝庚宠信,理所当然就成了殷家的女主人,加上向影心处理事务的能力很强。 殷汝庚更认为,这位聪明能干的姨太太是自己的贤妹柱,还放胆让她去处理一些机密文件和来信。 不久,殷汝庚主持的季冬政权彻底成为日本人的傀儡,各界爱国人士群情激愤,一致呼吁国民政府除奸,于是戴笠只是潜伏已久的向影心展开刺杀行动。 向影心想起,殷汝庚有个每晚睡前吃宵夜的习惯,于是决定在这里头做文章。 一天晚上,向影心在殷汝庚回家后,笑隐隐地说, 汝庚,你饿了吧?今晚让我亲自下厨为你煮夜宵,但是一到厨房。 向影心就让仆人们退下,自己开始煮面,随后,她从胸口的鸡心项链中取出了戴笠给的一种无色无味的秘密毒药, 投入碗中,并将这碗带毒的面条端到了殷汝庚的岸上,好巧不巧。 当碗适逢有人造访,打乱了向影心精心布置的计划, 带到殷汝庚与莱克整整聊了三个多小时归来后,面条早已发挥变色, 疑心病本来就中的殷汝庚断定面里有毒, 对向影心进行了严厉的拷问,不过向影心好歹是戴笠亲自调教过的特工, 随机应变很有一套,她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投赌, 又以无知无辜的姿态哭求示弱, 加上殷汝庚一时之间找不到确凿的证据, 只好下令将她求入优待室,就这样, 暴露后的向影心用强大的心理素质和精湛的演技足足撑了两个多月, 直到殷汝庚的防范松懈, 戴笠才利用内线将其营救出狱大难不死的向影心回到军统后, 因为这次深入虎穴而临危不乱的壮举, 更受器重,戴笠把许多重大任务都优先交给了她, 因为向影心工作出色, 戴笠还魄力为她打开了战时军统人员禁止结婚的禁区, 让她嫁给了自己的机要秘书毛仁凤。 在毛仁凤之前,向影心最理想的结婚对象自然是戴老板, 但是在戴笠身边多年, 向影心见惯了她在百花丛中未曾剑断的露水情缘, 却不曾见过一个女人真正尚未成功, 因为那些心存妄想者早就死在了戴笠的霹雳手段之下, 其中最悲惨的一个是戴笠曾经的情人兼秘书周志英, 她在军统身手不凡, 是戴笠在众多情妇中最喜欢的一个仗着这份宠爱, 周志英是宠儿娇,常以戴夫人自居, 还嚷着要戴笠娶她, 戴笠刚开始还耐心敷衍, 等到激情一过, 就对周志英的纠缠不胜其烦, 反手将她关进了西风监狱, 周志英就在这巨大的落差中被活活折磨得精神失常, 抑郁而终,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剑后, 向影心对戴笠的感情有点惆怅, 而就在这时, 戴笠却反过来向她介绍了自己的心腹秘书毛仁凤, 此举很是高明, 一来戴笠把军统最美特工送给毛仁凤, 是恩赐, 是拉拢, 也是监视和钳制, 二来, 她将向影心嫁给军统内最有前途的四大特工之一, 既圆了她的权势梦, 让自己免于情势纠缠, 又能让她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忠自己, 戴笠的算盘打得不动声色, 毛仁凤却早已看穿了一些, 对于向影心昔日和戴老板的私情, 包括她同一些列国民党高官的混乱生活, 毛仁凤早有耳闻, 对于这样一个声名不佳的女人, 她心中嗤之以鼻, 不过野心勃勃地毛仁凤转念一想, 既然向影心是戴笠用来监视自己的工具, 那么自己何妨把戏做足, 取得戴老板完全的信任呢, 想通了这一关节, 毛仁凤很快对向影心展开了热烈的追求, 而向影心见毛仁凤看上去忠厚面扇, 逢人戴笑, 以为真的跟了个可靠的老实人, 喜不自胜, 殊不知, 这也成了她特工生涯中最大的错觉, 毛仁凤在戴笠的介绍下, 取了向影心后, 时刻不忘抓牢, 妻子这个升官梯用以巩固自己的实力, 婚后, 尽管向影心还是继续同戴笠暧昧不清, 毛仁凤始终是视若无睹, 当别人取笑她的时候, 她就装聋作哑地问, 有这事, 我怎么不知道呢? 为了把对老板的信任演绎到极致, 她不仅对外界的留言装作一无所知, 和向影心之间也是看上去恩爱有加, 两人结婚八年, 生育了八个子女, 若说毛仁凤对向影心是虚情, 那她对丈夫倒是真意, 在两人婚后的多年夫妻生活中, 向影心尽管生育频繁, 却时刻不忘为丈夫的前途打点周旋, 向影心是戴笠跟前的红人, 在国民党官场, 有着广泛的交际, 与陈国夫, 陈立夫, 于继时等高官都有密切来往, 多年时间里, 她利用这些关系, 帮助毛仁凤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, 有了像影心这根纽带, 戴笠对毛仁凤也逐渐信任, 甚至还评价她, 毛仁凤是菩萨心肠, 不是大丈夫, 不能成大器, 就在毛仁凤步步为营的伪装, 和妻子左右逢源的人脉中, 她得以平步青云, 迅速升迁, 到了抗战后期, 毛仁凤终于成为军统的二老板, 军统之中, 人人都知毛仁凤升官的奥妙, 但谁也不敢点破这层保纸, 其实, 毛仁凤在奉行他人生谋略中的忍和等, 至于狠, 他之所以深藏不露, 是因为火候不到, 1946年3月17日, 戴笠在坠机事故中身死, 身后的毛仁凤蠢蠢欲动, 而他人生谋略中的狠, 也到了他发挥应用的时候了, 不过在像影心的建议下, 毛仁凤还是决定以退为进, 慢慢把位子坐稳, 于是他首推了郑建民上台, 而后在军统中慢慢安插自己的亲信, 从内部架空了他, 不久后, 毛仁凤这才借郑建民妻子行贿的由头, 将他彻底铲除, 当上军统的一把手以后, 毛仁凤私下过去笑面虎的伪装, 开始疯狂地铲除一几, 打击暴富, 对像影心也是不复柔和, 动辄恶语相向, 拳打脚踢, 1947年5月, 像影心因感冒发烧住院, 一周之后, 病情才有所好转, 不料, 就在这个时候, 像影心却被转移到了精神病院接受检查, 但是无论他如何反抗争辩, 精神病专家仍在他的诊断书上确定了他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, 需要强化治疗, 随后, 像影心被送进了位于青岛市郊的一家全封闭疗法的疯人院, 住院期间, 医生每天都会为他注射药物, 有时还会对他进行电击治疗, 像影心如果反抗, 还会遭到毒打, 他时常因为控制不住情绪, 被注射镇静剂, 就这么一个人在医院里孤孤单单地躺着, 日子久了, 像影心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患上了精神疾病, 直到两年后, 像影心才被父母设法救出, 去了香港, 值得一提的是, 像影心对毛仁凤痴心一片, 竟在不久后又回到毛仁凤的身边, 晚年的毛仁凤在台的日子并不好过, 先是全力被架空, 后又患上癌症, 而像影心竟对他不离不弃, 始终陪伴在侧照顾, 像影心出身中医世家, 他知道那些药只会让毛仁凤更快地丧命, 于是每一次都非常温柔地伺候他吃药, 直到毛仁奉命丧黄泉, 对此, 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 这里是妙文史, 订阅我,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